各位老师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个在网络课上非常实用的白板笔的功能 这个是叫做ipevo annotator 它是一个需要下载在您电脑上的软体 那我们就先在网络上面先搜索ipevo annotator 就会连接到它的官网 然后它这边有一个free download 按下去之后就可以依照您不同的电脑做下载 那我就是windows然后我已经下载好了 那你下载完了之后呢就会在你的start这边 会看到它有一个icon出现 annotator选择了之后呢 它这个ipevo的控制bar就会出现在你的萤幕上面 它的好处就是无论在你的萤幕显示的是什么东西 它都可以在上面做记号画线 那像我们现在在google meet上课的时候 如果我们要present一个google slide 就是刚才的这个google slide 我们就选择这个分页 刚才这个google slide 然后我们即使是用简报模式的话 它也可以在上面做记号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部分我们就要请不同的学生来念 公园里有什么 公园里有树 有草 地花 还有一个壶 那我们现在就来做记号 它这上面有出现它的主要功能 第一个就是画笔 画笔点显下去的话 它有两个画笔的功能 它有不同的颜色可以设定 然后还有一个是形状 那它这个画笔的话 你可以选择让它变成透明 就会有一点像荧光笔的效果 然后你也可以选择不同的粗细 粗细的话在这边就可以直接做调整 然后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叫做 disappearing ink 消失笔 消失墨水 它可以选择你消失三秒钟 六秒钟 十秒钟 二十秒钟 它就会消失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来画一个 我现在要请学生来念的时候呢 那我就是会画这个 公园里有什么呢 公园里有什么 小花请你回答 公园里有树 它待会就会消失了 所以老师也不用再另外去delete它了 公园里有什么呢 草地 草地 公园里有什么 花 还有一个 这是什么 胡 好 那它可以设定两种不同的颜色 老师就不用再一次一次的去选 好 那下面这个的话是形状 形状的话你可以选 大部分会选择这个空心的形状 然后也可以选择颜色粗细 但是它这个就没有消失的功能了 好 比如说我们现在来选这个是公园里有什么呢 这个是胡 好 公园里有什么 不要的东西呢 就再把它丢到垃圾桶里面 好 公园里有什么 草地 学生如果答对的话 这边印章有笑脸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笑脸 哇 好棒哦 如果答错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叉叉 让它想想看正确的答案应该是什么 好 然后其他的还有比如说像橡皮擦呀 然后鼠标 然后这个是工具箱里面有尺两角器 当然我们不会用到 然后这边有一个是spotlight 好 这个是什么 足球 我们还可以把它变成黑背景 其他的 让它学生可以更focus 在看到我们所要指定的物体上面 好 然后这下面还有一个就是 可以变成白板功能 不管你在present什么东西 你都可以直接把它让它变成一个白板 那这个白板的话上面也可以再贴上你另外的档案 比如说照片档啊图片档这些东西 好 然后还有一个分成两边的白板 然后还有一个你可以做screenshot 比如说刚才学生答的或者学生画的写的一些东西 你可以把它截图下来 然后也可以做一个screen recording 直接把学生在跟你上课的情形 回应的情形都可以把它做录影 好 那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 IP EVO的annotator的功能 谢谢各位老师 你看就多久了 嗯 感谢观看